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欢迎收看地理中国 我是老陈 在昨天的节目里我们穿越了撒哈拉沙漠 找到了古代努比亚的金矿 今天我们要回到中国 在我国境内寻找储量万吨的大型金矿 那么到哪里去找呢 这要从一张寻宝图说起 您看就是这张图 据说破解了它的玄机 就能找到大型金矿 我不知道您看没看出门道 反正我是没看出来 我越看这越像一个棋盘 不过这一点也不奇怪 寻宝图怎么可能一目了然呢 要都看得出来就不叫寻宝图了 要说这张图究竟有什么来历 它又如何与黄金联系在一起呢 那咱们就得先从一部电影说起 遍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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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遍叫声声心欲碎 不等今日去 一盘春来归 一盘春来归 上点年纪的观众朋友可能已经看出来了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归心四剑 讲的是抗连战士魏德胜和部队失散以后 藏身于淘金的人群当中 与日寇继续斗争的故事 当然还有和玉珍的那段朦胧的爱情 也感动了很多人 不过今天提起这部电影 那些情节咱们都不说 咱单说说这个故事的发生地 这个发生地在哪呢 在小溪沟 那么这个小溪沟究竟在哪呢 咱们一起来看看这个地图 它就在内蒙古自治区 呼伦贝尔市的俄尔古纳 距离首府呼和浩特 大概是两千多千米 电影归心四剑里 众人在小溪沟淘金沙的情景 究竟是电影的演绎 还是确有其事呢 这个小溪沟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为了探究小溪沟河道产金的奥秘 那里了解到黄金是化学元素金的单质形式 因其新有的特征 从古至今一直被奉为珍宝 据科学家测量与估算 地球上黄金的总储量大约为48亿吨 而迄今为止 人类采集到的黄金还不到20万吨 地球上储量丰富的黄金资源 为何会成为心缺金属 在神秘面纱之下 黄金的勘探和开采 究竟有着怎样的奥秘 要回答这些问题 我们得先来认识一下地球 您看地球分为三个部分 最外面的是地壳 再往里是地蔓 地球最中心的是地核 专家推算出 整个地球上的黄金储量 有48亿吨 大听起来挺多是不是 但实际上有47亿吨 是分布在地核当中 在剩下的1亿吨里呢 还有8600万吨是在地蔓 您看啊 这48亿吨黄金 99%是深藏在地核与地蔓之中 也就是说以现在的能力 根本开采不到 这就是黄金 为什么如此稀缺和珍贵的原因 不过您可能说了 这地壳当中不是还有1000多万吨黄金的吗 这也不少啊 可是这些可以开采的黄金 究竟蕴藏在哪里 人们如何勘探到黄金矿藏的准确位置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 俄尔古纳市是内蒙古自治区 呼伦贝尔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 也是中国最北的边境城市 它的西部及北部 隔俄尔古纳河与俄罗斯相望 考察队的车在白雪矮矮的临间公路上 行进了300多千米之后 正式进入了俄尔古纳市的吉拉林地区 这里的积雪厚度深达50多厘米 两个小时后 考察队到达了小溪沟 专家刘振明说 小溪沟的淘金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朝末期 史料记载 早在130年前 小溪沟的河道里便聚集了大量的淘金者 因此小溪沟在当地又有金沟之称 这条金沟在鼎盛时期曾聚集了上万人在河道中淘洗金沙 电影中的淘金情节便是真实的时代背景 这个白雪覆盖的山谷就是小溪沟 这漫天飞舞的雪花 将这条沟谷装点的粉雕玉器 可正值隆冬时节 河道早已经结冻 考察队根本无法查看到河道当中是否有金沙 可专家却不以为然 因为本来这就不是为这点金沙来的 如果咱们沿着河道往上游寻找 说不定就能找到金沙的源头金矿 专家进一步解释说 说这河里的金沙虽然开采起来比较方便 只要反复的淘洗 这些金沙就会留在篮子底部了 可要说大储量的黄金开采 那必须得找到严金矿脉 如果这一次能在上游找到金矿 那可就是巨大的收获 可这说起来容易啊 严金矿脉哪那么好找啊 研究表明 在大约四十多亿年前 地球形成初期 金铁等元素最先聚集到一起 并处于地球的核心位置 随着地核 地脉 地壳的逐步形成 金元素就会层层包裹在地球内 当板块运动使地壳产生裂隙 炽热的岩浆便沿着裂隙上升 把深埋在地壳中的黄金带了上来 在地表以下几千米 甚至几十千米的地方 形成含金的岩石带 这就是岩金矿坏 专家告诉我们 岩金和淘金者在河道中淘到的沙金 既有关联也有区别 深埋在地下的岩金 在漫长的地质年代里 随着地壳运动缓慢上升 最终露出地表 在经历千万年的风化金时 岩石里的金子逐渐分离出来 又被大量的水流冲到了河道中 这就是淘金者在河道中淘到的沙金 其实内蒙古东部和黑龙江西部 这一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我国沙金的主要产区 开采历史悠久 所以在民间早就积累了丰富的寻金之道 有的还被编成了顺口溜 比如说小沟出嘴 大沟有腿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在不超过三千米长的小沟谷里 一般在这个出口处就会有沙金 而超过了十千米的就是大沟 这个大沟有腿的意思是什么呢 如果在较大的河谷当中发现了沙金 那么在其上游的某些枝谷里 也有可能找到沙金 您可别小看这些顺口溜啊 连刘真明这样的地质勘探专家 都对这些谚语高看了一眼 他说了 这正是根据地貌和沙金复其规律 来找矿的一个经验 就拿刚才提到的大沟有腿来说吧 他和地质勘探中的溯源找矿法如出一辙 而接下来的勘探路线 恰好要用到这个简单快捷的溯源找矿法 当年刘真明带领的考察队 就是按照溯源找矿法 顺着河道逆流而上 寻找沙金的发源地 很快考察队来到了小溪沟的上游 一座名叫吉宝沟的山上 他们对吉宝沟周边的山地岩石进行了采样 那么这些岩石当中是否含有黄金的成分呢 检验结果那可真是喜从天降啊 在吉宝沟的半山腰位置 岩石的含金量相当高 难道金矿就在脚下 金矿这就找着了吗 这也太容易了吧 考察队定好位置就开始钻井 可是一连钻了六口肃井 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 这个岩石中啊 含金不假 可是这些矿石含金量最高的 也就是每吨岩石含金0.8克 最少的才含金0.2克 而工业开采标准是多少呢 每吨岩石当中至少含金1克 这些矿石显然含金量都太低了 根本就没有开采的价值 在俄尔古纳地块的勘探记录中 这个面积达30万平方千米的地块 在1亿4千万年前的侏罗纪晚期 就已经形成了 1620千米长的俄尔古纳河 将这片辽阔草原和茂密森林 以分为二 河的西岸是俄罗斯 东岸则是中国的俄尔古纳地区 令刘真明疑惑不解的是 同属一个地块的俄罗斯境内 已发现了40多座大中型金矿 为什么锦衣和之隔的中国境内 却难觅黄金踪影呢 仔细查阅资料后 刘真明发现了一个不易察觉的细节 在俄尔古纳形成的过程中 太平洋板块与西伯利亚板块相互碰撞挤压 形成俄尔古纳龙旗带 同时在西北向形成数条大的断裂带 而俄罗斯发现的几个大型金矿 恰好位于一条大的断裂带上 并且每个金矿之间的距离 呈现出等距的群势 而在俄尔古纳龙旗带形成过程中 板块受到立的作用 在于北西向大的断裂带垂直的方向上 形成北东向的刺激裂缝 于是地心当中就会形成等距的格子状形态 在每一个交叉点上都有存在矿床的可能 这正是节目一开始那张寻宝图的来历 这张图究竟暗藏着哪些玄机呢 刘真明认为 既然在俄罗斯境内呈现等距离排列的金矿走向 恰好与断裂带的北西走向相吻合 那这条断裂带延伸至中国境内 在这些网阁交汇处会不会也有着相同的规律 也就是说这些网阁交叉的地方也可能存在着金矿 刘真明决定带领考察队前往网阁中 这个叫做四五牧场的地方去一探究竟 这段路程大约有几百千米 要说远也不算太远 不过您别忘了 这可是在冰天雪地的茫茫原野之中啊 道路结冰不说 还有可能遭遇严寒暴风雪或者野狼的袭击 说危险重重 那是一点都不夸张 那么接下来考察队能否顺利的到达四五牧场呢 车辆行驶了三百多千米以后 进入了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边缘地带 这里的气温已经接近了零下四十摄氏度 考察队越往前行 视线越长 专家说这是冬季草原上刮起的白毛蜂 携带的雪地 在空中飞舞弥漫所导致的 如果在这里遇到汽车抛锚等意外情况 大家就会有生命危险 可偏偏就在这时 车队的头车停了下来 原来前方积雪太厚 车队根本无法前行 而且一旦车辆陷入雪坑 后果不堪设想 考察队这是遇上冬季草原上常见的白毛蜂了 也就是大风降温 并伴有降雪的天气 这在气象学上称作吹雪或者雪暴 这白毛蜂是老百姓对这种天气的俗称 因为狂风可以扬起地面的积雪 就如同屡屡的白色的毛发 这是对人畜都威胁极大的一种气象灾害 如果牧民正在放牧 这白毛蜂一到 那可就不得了了 牲畜惊恐狂奔 有的掉进山沟雪坑 有的干脆就不知所踪了 白毛蜂呢 它常与暴雪相伴 大风会把地面和空中的雪粒吹得满天翻卷 天地一片苍茫 什么也看不清 遇到这样的天气 没有别的办法 只有等待 满天风雪阻止了考察队前行的脚步 大家只好先到附近的农场修整 待天气好转之后再继续行进 第二天一早 考察队从农场里借了一辆破雪车 由破雪车开道 继续向四五牧场进发 经过了漫长的跋涉 考察队终于到达四五牧场 在这里刘真鸣有了一个发现 这些土块七大股有什么不一样啊 这里有黄金了 专家告诉我们这种岩石叫石变岩 渗热的含金熔岩 岩裂系上升 填充的过程中将深埋在地表之下的花钢岩淹没 在高温高压的作用下 熔岩中的金侵入岩体 把原来的花钢岩石变成了这种含金的岩层 就形成了石变岩 随着地壳运动 山体抬升 石变岩露出地表 在探矿过程中 如果找到这种石变岩 就可以初步判断出 该区域有可能存在含金岩层 可是如何判定金矿的具体位置呢 考察队签定了范围 并利用网格标示出金矿的大致区域 随后开始钻井提取样本 然而一连打了两口井 岩石样本的黄金含量还不到每吨一克 众人大失所望 刘真明也不禁怀疑起来 难道是他判断错了 四五牧场这里就没有金矿 这时候当地的一位老乡说了 他说听老一辈人讲啊 黄金埋在地下 如果这家人做了缺德的事 这金子就会自己转移到别处去 就像长了腿一样 大家听了一乐 可是刘真明却恍然大悟 他想到了什么呢 难道是四五牧场的金矿也长腿跑到别处去了吗 刘真明解释说呀 说金子本身并不会移动 但是金子的密度却比土壤的密度大 如果长时间被埋在地下 随着地球的自转 它有可能会发生一些移动 至于四五牧场金矿的位置呢 他分析可能由于这一地区 在漫长的地质年代里 受到地质运动的影响 所检测的这个土壤层 与下面含金岩层发生了位移 因此只依靠土壤检测结果 而不考虑位移情况 钻井位置就很可能发生错误 考察队决定进行最后一搏 经过周密计算 他们确定了第三口井的钻探位置 并将深度从三米加到五米 炙热的钻头将岩石样本从底心带出 这一次又会有怎样的结果呢 两天后 检测结果出来了 每吨6.8克的含金量 比几宝钩高出整整十倍 而且探明的黄金储量竟有一吨 经历无数次失败 这个结果让大家既兴奋又欣慰 四五木厂的黄金总储量是一吨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如果按照每克黄金三百元人民币计算 那就是说为国家找到了价值三亿元的黄金储备 但是这个储量还只能算是一个小型金矿 他们的目标呢 是要找到储量在十吨以上的大型金矿 不过这也倒印证了 此前按照断裂带找金矿的思路是正确的 刘真明决定将金矿的搜索范围 扩大到整个俄尔古纳地块 他发现在四五木厂的北侧 还有一条很大的断裂带 那里会不会也藏着大型的金矿呢 虎拉林位于俄尔古纳地块的边缘地带 属于墨河县境内 这里位于原始森林的腹地 是一个人际罕至的地方 本就不宽的林间公路 在大雪的覆盖下显得更加狭窄 车轮在厚厚的积雪上不断打滑 就在一个转弯处 意外突然发生了 设置组乘坐的汽车翻进了路边的沟里 索性没有人员受伤 半个小时后 在一辆过路卡车的帮流下 汽车终于被拉了出来 可前行不过几千米 大家就不得不再次下车 突破前行 设置组跟随刘真明 在齐西深的雪地中艰难跋涉 一路上 刘真明回忆起了多年前 他就曾试图在虎拉林进行勘探 可环境实在恶劣 难以进入 说到虎拉林地区的环境 究竟有多恶劣 我们先来看看他所在的位置 虎拉林地处北北53度 就在这儿 这已经是咱们国家的最北端了 向大家熟知的 墨河北极村 就是北北53度 这里全年的平均气温 都在零摄氏度以下 无双期一年只有两个月 设置组联系到了 曾经在那里找矿的 武警黄金三支队 他们还保留着一段当年在虎拉林勘探的 兵面上通过 他们沿着结冰的活道 用了整整七天的时间才到达 虎拉林区域 然而如果想要离开那里 就必须等到11月份 那时 河尔古纳河会再次结冰 他们就可以再次踏上 冰封的河面 撤出虎拉林区域 由于气象和道路条件所限 这次刘真明带领的考察队 还是没能进入虎拉林地区 不过 经过六年的艰苦勘探 武警黄金勘探部队 终于在虎拉林地下200米处 发现了黄金储量高达8吨的金矿 这是名副其实的大型金矿 几十年来 在河尔古纳地区的每一座山 每一条河都留下了勘探者的足迹 当年那些血迹方刚的小伙 如今已年近五旬 而他们依然穿行在 河尔古纳的草原森林中 将一个个喜讯带给大家 刘真明说 在一核之隔的俄罗斯境内 分布着几十个金矿 根据他的经验分析 在我国境内 应该也存在着更多的金矿 也许在未来 喜讯还会再次出现 说到这儿 老陈我还真是感慨万千 虽然地球上99%的黄金 都存在于更深的地心当中 但是随着科技进步 也许有一天这些埋藏在地下的古老的秘密 终究会被科学家们一一的揭开 好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地理中国 我是老陈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